相信已经有小伙伴发现了 海岛图在元旦打卡点的技术上 又新增了卡丁车的图标 也就是新的赛道玩法 分布在地图的六个位置 来到起点可以看到必刷两量载具 经过起点后比赛开始 玩家可以利用加速带给载具加速 到达终点后就能获得宝箱奖励 当然只有完成比赛的才能获得 那肯定有人好奇了 每个赛道只能玩一次嘛 是的 玩家跑完这个赛道后 图标就会变成灰色 再跑也不会重新开始 那我跑了这条赛道后 晚来的敌人岂不是很吃亏 别担心设计师早就想到这点了 不同队伍的玩家 在同一个赛道上都有玩的机会 不过起点的载具只会刷一次 如果想确定这条赛道有没有人来过 看看起点有没有载具就知道了 哦对了 有一个事不得不说一下 第一次玩赛道的时候 千万别加速冲这个坡 百分之八十的车程都会十五 不信那你就去试试吧 好了我是那边小猴子 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 小猴子牛皮